秋冬防疫專案實施後 旅客一踏進國門 就得拿出核酸陰性檢測報告 不過2號又有境外移入案例 我們宣布有新增的6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從印尼 美國及法國 6例境外移入中 其中2例是來自印尼40多歲及20多歲的女性 11月17號來台工作 明明在登機前3日 附上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1127的印尼專案檢測也是陰性 卻在這個月2號確診 也讓核酸檢測報告可信度再度引發質疑 要防止有人作假 指揮中心開罰標準也出爐 主動說明未次有核酸檢驗報告 那處分1萬元 因自費裁檢者不配合自費裁檢5萬塊 那發以最高15萬的罰款並移送法辦的事 檢附偽造變造之核酸檢驗報告 不過像是從台灣出境 但3日內在入境 0到6歲孩童 航班取消導致核酸報告過期 以及緊急協處個案同行者都不開罰 至於要不要14天隔離期滿後再度採檢 指揮中心給出答案 發病之後10天 那基本上它的病毒的這種再次性 已經降到很低 當然會根據各種科學的證據 那隨時再來檢討這樣的一個方案 秋冬專案中健身房游泳池戴口罩標準 民眾不撒撒 指揮中心強調 只要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就要帶 覺得太喘的時候 就下來稍微休息一下 你要故意弄到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們建議不要這樣子啦 休息一下 然後休息為了運動更久 秋冬專案上路第二天邊境管制 及境內的防疫規定 針對各項質疑 指揮中心將依照狀況 進行滾動式調整 更加人性化 國民新聞章叫保樂譜之音 台北報導 有關於日報局的法定